教育是画繁为简的过程 汉字不仅是传递信息的符号 简单也有大乐趣 探寻笔画间的逻辑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再一次走进汉字思维的课堂 今天这个故事非常的不同寻常 因为在这个故事之前 我们所学的盘古开天 女娲造人 繁衍生息 伏羲结网 驯化群兽 飞天取火 这些都是人类 在蒙昧时代 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今天这节课 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的人类 怎样通过用火 终于走进了文明的时代 我们有了精神的追求 什么叫精神追求呢 每天你吃饭 喝水 上厕所 睡觉 这些啊 动物也会 你们家的小猫小狗都会做这个事情 但是啊 我们会读书 我们会看报 我们看电视 我们听音乐 我们玩游戏 不喝水 不吃饭 不睡觉 我们会死 但是呢 这些事情不做 我们不会死 我们还会生活着 但是我们会很无聊 我们的精神会很空虚 所以呢 满足我们的精神的需求 这个呢 是人类和动物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人类会思考 人类呢 有很多很多精神的需要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 人类会越来越在精神的层面 有更高的追求 我们人的精神追求是无限的 物质的追求呢 是有限的 给你吃了五个包子 再让你吃美味的食物 你也吃不下去了 肚子都撑得咕咕叫 所以物质的需求是有限的 但是呢 你今天看了一本好书 你明天还想看 今天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 明天我们还想探索 更多未知的领域 所以啊 同学们 当我们今天这个故事 给大家讲完以后 我们就会好好地思考思考 到底我们学习汉字 我们学习语文 我们学习文化 他们满足的是我什么样的需要呢 请大家带着这样的问题 来进入我们的故事吧 第一 我们的祖先是用什么样的东西 创造出了最早的乐器 人类的乐器最早是用什么做出来的 第二 我们的祖先到底创造了哪些 记录我们精神世界的方法 一共有三种 悄悄地提示你有三种 你们自己思考思考 第三 这三种方法各有什么 优点和缺点 大家这样三个问题 请同学们打开我们的故事书 进入我们节省济世的故事吧 欢迎回来 相信大家已经好好地读过了我们的故事了 在故事里说大话 我们的祖先学会了用火 火除了用来烹调肉食 更重要的作用 第一 可以给我们带来光明 还记得我们上节课学过的光字吗 人和火组成了光字 人举着火把 这个就是光 火可以给我们带来温暖 到了晚上 我们的山洞又温暖 又明亮 又安全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着急那么早就睡觉了 我们有了丰富的夜生活 我们夜晚的时间可以利用起来 我们的祖先就在琢磨 用一个什么方法 找点乐子 让我们开心开心 让我们度过这个无聊的时间 我们的祖先看到了动物的残余 一下子有了灵感 我们拿这些东西做点好玩的玩意吧 我们拿这些东西来创造一些能够让我们更加快乐 活得更加丰富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工具吧 第一样最早做出来的乐器 我们今天找到的是一种能够吹出悠扬旋律的管乐器 它是用动物的哪个部分做出来的呢 大家想一想 吹得出来的中间是空的像一个管一样 动物的哪个部分 对了 动物的骨头 今天我们要好好认识一下骨头的骨 在我们已经发掘出土的人类早期活动的很多的遗址里面 我们都发现了用骨头做成的笛子 特别是鸟类 比如说老鹰的骨头 因为我们知道 琴类的骨头比较轻 因为它们要飞在空中 而且中间的空隙比较大 同时又比较有韧性 不容易轻易的折断 所以是做成笛子的最好的材料 大家请看这个 这个是在我们河南郑州的博物馆 所陈列出来的在中国最早的一个鷹骨笛 一个骨头的一段 中间打上小孔 就可以吹出悠扬的旋律 骨头的骨在我们的甲骨文里写成这个样子 大家请看 上面是一个像口一样的东西 这个何不是嘴巴 这个是骨头的关节 什么叫关节呢 就是我们人的身上凡是可以转动的 骨头可以改变方向的都叫做关节 比如说亲爱的李老师 再把小臂弯曲过来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关节 它叫肘关节 我的手腕也可以转动 也可以旋转 因为这里也有一个关节 叫腕关节 我的手指也可以转动 也可以改变它的方向 这个叫指关节 而可看出来 一个两个 我们有好几个指关节 所以说上面这个部分表示的是用于骨头转动的关节 那么下面的部分 大家看 好像被人用剪刀剪过 用刀砍过一样 整整齐齐的 这个是说明我们的祖先 用刀在骨头上已经做过一些事情了 有可能是把它切割下来 用来占卜 这就是我们说的甲骨纹 用来向神灵去问问题 这个我们会在以后讲到 有可能是把它切割下来 用来做成乐器 就像刚刚我们讲过的 做成笛子 用刀把这个骨头给修理过了 所以看得整整齐齐的 在骨的中间 还有一个小小的花纹 写成一束一斜 这个字其实就是补 占卜的补字 它有点像骨头的裂纹 表示用骨头来占卜吉凶 它有点像附着在骨头上的残肉 骨肉分离 所以一块骨头 就是由这样三个部分组成的 有关节 有整块的骨头 还有骨头上的残肉 在今天 这个骨字 一下子变出了三个东西 大家请看 哇 一个骨文字分出了三兄弟 老大 它叫做寡 这个寡是什么呢 很简单了 就是我们今天所写的骨头的骨 把下面那个月给去掉的部分 这个就是寡 寡表示的就是整块骨头 所以寡上面的那个竖横折 横折 这个笔画就是骨关节和骨头里面的那个残肉的部分 下面这个点横勾 实际上就是整个骨面的形状 所以就像简体字还能看出来 骨头的骨下面那个月字旁 我们都知道了 下面的月是肉的意思 这里是表示身体器官的一个部分 所以骨是这样组成的 上面一个寡 下面一个表示器官的肉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了 寡表示的是整块骨头 因为它有关节 有骨上的残肉 还有一个骨面 骨头的这个表面都有 老二叫做窝 这个窝上面写成一个口的样子 下面写成一个内外的内的样子 它跟寡看起来有点像 但是区别也是很大的 窝表现的 它要突出的是骨头的关节 表示圆圆的骨关节 我们就用窝来表示 大家注意 我们在啃大骨头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过窝所表示的骨关节的形状吗 同学们有没有注意过骨头的关节是什么样子的 是三角形的 是方形的 还是圆形的呢 对了 它是圆圆的 因为任何一个东西要转动 要能够灵活的活动 最好都是圆的 才能够最小的减少它的摩擦 能够转动的更加灵活 而且它的表面 一般还有一层很细细密密的白色的膜 我们叫骨膜 在骨的关节上面有一层骨膜覆盖 能够更好的润滑 让我们的关节的活动更加的灵变 所以窝在汉字里可以表示一个意思 大家注意了 什么意思呢 圆形 对了 因为骨头的关节是圆形的 所以窝可以表示圆形的意思 好了 这里有四个带有窝的汉字 大家看看 发光的红色的部分 这都是窝 这里面的窝呀 可不是骨头了 而是它表示的圆形的骨关节 圆的意思 所以三点水加一个窝 能不能说是水里有骨头啊 在熬骨头汤 不可以这么理解了 它是什么 它是圆形的水 什么叫圆形的水 大家见过吗 我们在洗澡的时候 在泡澡的时候 放了满满的一个浴缸的水 洗好澡以后 把那个塞子一拔 这个水就会流走 当它在流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竟然有一个圆形的小洞 不断的把这个水呀 送到浴缸底部的这个排水孔里面 这个呢 就叫做漩涡的涡 你看 三点水一个旋转的旋 旋转起来 三点水一个表示圆形的涡字 所以旋也是转圈的水 涡是圆圈的水 所以旋涡合在一起 就是圆形的转着圈的水 这个呢 是由于地球的引力作用 水呢 在向下流动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仅仅在我们的浴缸里 在我们的洗手池里面有 在江河之中 当水流湍积 然后改变方向 或者是两条河流在汇集的时候 都会出现漩涡 我们夏天 如果说你贸然下河游泳 看起来河表面平静 其实啊 下面有暗流涌动 就有可能有一道漩涡正在水下旋转着 如果你到自然界中去游泳 就有可能了 被这个漩涡把你卷到河底 失去生命 大家特别注意啊 不要看到表面的平静 可能水下就有漩涡 第二个是加金字旁 一个窝 这个字都认识了 铁锅的锅 铁锅为什么不是三角形的 不是正方形的 而得多生圆形的呢 因为啊 不管是三角 还是四角 都有一个死角 我们在炒菜的时候 在把它缠起来的时候 很不方便 圆形的 360度无死角 我们的菜呢 就能够很顺利的 在我们的锅里呢 均匀的受热 然后呢 也很容易把它盛出来 所以锅是圆圆的 金属做的 还有呢 加上一个虫子旁 为什么叫蜗牛啊 因为它有一个圆圆的壳嘛 还有鸟窝的窝 为什么是学字头 加上一个圆形的窝呢 因为鸟窝 从天上看起来 就是一个圆形的嘛 所以大家注意 这些汉字里的窝 都是圆的意思 有同学会说了 老师 利刀旁加一个窝 势字旁加一个窝 寡和祸 这里面的窝 可不是圆形的意思 对了 这里的窝 就是寡的另外一种写法 实际上呢 这里的窝 都是骨头的意思 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 前面的四个是圆形 这两个是骨头的寡字 所以你看 寡跟那个寡 跟老大的发音是一样的 不是属于老二的任务了 骨字三兄弟的最后一位 叫做令 令上面显成一个口 这个不是嘴巴了 这个是骨头的关节 下面显成利 这个也不是浓具了 这个是骨头的表面 它强调的是骨头上面的残肉 所以我们就知道 寡是整个骨头 窩是骨头的关节 而令是骨上的残肉 那么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分开 分别的意思 骨头上的肉 我们要用刀把它给剃下来 不能留在上面 或者用嘴把它啃下来 这都可以 反正不能留在上面 要分开它 或者说令外的令 就是这个意思 令加一道菜 令外再做一个 令都是这个意思 在汉字里 令可以加上一个刀 组成别 所以别就是骨肉分离 这个别是一个很沉痛的事情 告别可远远比再见要厉害多了 我们明天还能见到 叫再见 再见就是英文说的see you see you again 再一次能见到你 天天都能见到的 但是你的好朋友就要出国了 就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们可能很久都见不到 甚至再也见不到面了 这个就叫做告别 永别 所以别是让人很沉痛的一件事情 我们古人说相见时难 别亦难 要见一遍很难 要跟你离开 跟你分别 也是很难的 第二个字 加一个提手旁 叫做拐 拐的意思 大家想想看 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可以组词 叫拐卖 拐骗 拐卖妇女儿童 这是很大的罪恶 拐杖 老人出门呢 主一个拐杖 拐弯 我们开车的时候呢 在拐弯的时候要注意 左拐和右拐 看起来拐的意思是不是千叉万别 有拐卖的拐 有拐杖的拐 还有拐弯的拐 但是 林老师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被这些千变万化的词语迷惑了眼睛 我们要紧紧抓住汉字的意思 我们的祖先造他的时候 其实已经告诉了 不管他怎么变 他的内在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分开的动作 就是用手给分开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说拐骗拐卖 是把什么和什么分开呢 对了 是把小朋友和他的亲生父母给分开 你看看好残忍好坏 把父女和儿童 从他的亲人给分开 好了 根据这个思路 请同学们好好地想想看 拐杖是把什么和什么分开 而拐弯又是什么和什么分开呢 请大家仔细思考 在我们的练习题上 去好好地施展一下你的本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